евид — 林荞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不明白世界的聚散 只為我們所謂的緣分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 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 我不了解天长地久 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的 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天生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 我不能冲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想斩脱为爱带的枷锁 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 一个破碎的缘破碎的美梦 有它有什么用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 我不能冲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就这样松开紧我的手 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 让爱走 让爱拥有 自己的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个门啊窗啊不用关着死井嘛 开门透透气嘛 好吧 我最后一会讨压的了 你们先讲 宅府千金大驾光临寒舍 可这是棚毕山辉光可见人啊 不知道您是想来兴师问罪呢 还是想来捉奸带床啊 都不是 姐姐 我可以称您一身姐姐吗 不敢 我叫江桂英 请进 来 请坐 好 桂英姐姐 真是风华绝蛋 艳丽脱锁 难怪奎哥会对你施迷若狂 今日有心轻读姐姐面容 我知道不能责怪奎哥 只能怪我自己 是我自己根本不能跟姐姐相比 您客套话说够了吧 可以打开天说说亮话了吧 淳香 桂英姐姐 我今日前来 是想要请您高抬贵手 小妹一定会鸣进五内感恩不敬 好 崔小姐 您是堂堂的相府千金 有财有势 又有相公明媚正娶的名分 其实应该是我这个 藏身临野 不见天日的搏命人 求你网开一面才对啊 不 姐姐 小妹心里很清楚 从我沉浸的第二天开始 相公就对我百般哄骗 敷衍 我好像从九霄云端 忽然被重重地摔下 跌到无边无底的黑暗深渊 我日日盼望 夜夜绝望 就算是万丈深渊 也应该有尽头 可我的痛苦 是不是只有一死 才能够结束 姐姐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我没有了奎阁 我真的活不下去 姐姐 你起来 起来 请起来 不 姐姐若不当意 我就不起来 喂 你这不是耍赖吗 你叫我们贵英姐怎么放你一条生路 这男人对一个女人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王奎来找贵英姐 总不能叫贵英姐踹她回去吧 再说 就跟她回去好了 对你敷衍了事 你不厌呕死 这道理我也知道 所以 我要求贵英姐姐成全 原本 原本奎阁她是十分爱我的 除非 除非 除非我放弃王奎 把她给交给你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怎么可以啊 龟奕姐 你千万不能答应她 龟奕姐姐 我这样求你 不只为我自己 也是为奎阁好 这话怎么说 我明白了 龟奕姐 一定是王奎那混账东西 想对你使乱中气 自己又不好开口 所以才唆使崔婉儿来施苦肉计 想让你自己退出 天天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崔婉儿 你回去告诉王奎 门都没有 不 不 事情不是这样 是我自己来的 奎阁根根本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明白了 以你崔婉儿全事 不管又名又案的 都可以轻易地把我铲除 实在犯不着 这样抛弃子尊 低声下气地对我哀求啊 因为我怕此时已张扬 我爹绝不容许 我遭到背叛的耻辱和委屈 他一定会狠狠地对付奎阁 所以 我宁可在此屈膝跪求 为了奎阁 我连姓名都可以不要 我牺牲尊严 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 郭音姐 不要理她了 我 郭音姐姐 只是薄不住火的 我相信我能找到这里 我爹总有一天 也能够找到这里 我们都爱葵哥 应该怎么做 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桂英姐 崔小姐 你放心地回去吧 我自有主张 谢谢 桂英姐 你真的考虑要离开王魁吗 桂英姐 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真要退出了 还有回头路吗 你会后悔的 为了帮助相公的复仇大吉 我有何妨再委屈求全 等到相公 他大愁得报 我再回头找他重续前缘 求得我应得的名分 也不会太迟啊 他现在都娶了别人了 难保以后 他不会来个死不认证啊 陈小妹 你以为我们两个 真的是没有媒品 吃下苟和吗 你以为我们两个 你看 这只法在你 好平是在法杖哦 是她送你的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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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只法杖 你看这只法杖 你看这只法杖 我别说这法杖哦 我别说这法杖啊 告他屎乱中气 他可是赖也赖不掉 怎么会呢 我相信夏侯哥我会恩爱不渝 绝对不会有对不公堂的可能 如今连小姐也知道 姑爷在外头有女人 相爷 我们面对小姐还要洋装下去吗 不错 不但要洋装 而且要洋装到底 老夫万万没有想到 万儿爱王魁 竟然会向那个女的下跪都行 眼下情势 对我们的行动是利还是不利呢 当然是大吉大利 如果王魁跟那个女人死在一块 万儿必定认为他们两个是殉情 那他们就怀疑不到 知老夫所为了 那属下就去积极部署了 奎哥 你回来啦 来 试试看 合不合身 好吧 好吧 又长了 奇怪啊 你好像不想做给我穿水 姑爷 姑爷 有您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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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明知道我不会让你走 你为什么还要走 嗯 春香美 我没通知她 一定是祝儿 我 我没有啊 我才不理会弄姓王的死活呢 春香美 你跟祝儿到十里厅去等我去吧 你们不必离开 有我在 桂英根本走不成 不管你们是分是合 我跟春香都不方便待在这儿 春香 我们到十里厅去吧 走啊 哎 今天你不把话说明白 休想离开 梁子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你是不是对我这样的安排 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弹出来跟我商量啊 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对你不满 我只是觉得 我们应该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比较好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总有个理由啊 没有 我只是希望你完成你的复仇大计 我不要你为我分心 复仇归复仇 爱你归爱你 这根本是两回事 怎么会分心呢 走 你让我走吧 今天不跟我把话说明白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这算是什么 刑场上也要审判定罪啊 我不想就这样 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失去你 就像我王山一门死的不明不白 相公 你不要慌摇头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是不是有人逼你 不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 不要走 不要走 杨子 杨子 你让我走 这门怎么打不开呢 这 这 这 后面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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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那个方向不是贵向雅筑吗 啊 啊 糟糕了 快走 相公 怎么办啊 往上出去吧 让我来 注意小心 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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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姜 龟姜 龟姜救我 救命啊 龟姜 龟姜让我来 龟姜 龟姐 龟姜 龟姐 龟姜 龟姐 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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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 姓王的 你蛇生肖到底数什么的 你说呢 我看哪 你怕成数猫的 猫有救命 要我死没那么容易 你哪来的这么多仇家 你到了临安还不安分 是不是为了什么女人 跟人家结仇了 这把火 怎么只烧到你手上一点皮肉上 为什么不烧到你的小白脸 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一而在的 对我暗下毒手 那封信 告诉我 贵营要走的这封信 到底是谁写的 这信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春香的字迹啊 这字迹 在天光之下会发露 这表示墨里面加入了猪粉 这是上好的贡品 摄墨所书 你谋者 是朝中重臣 我掉的真的不多 只盼望能够 在爱的岁月里飘着旧 我不能重逃 不能停留 不能抗拒命运作 怎么样 我娘子醒了没 这个你放心 病人的病并无大碍 我还得恭喜一下相公呢 喜从何来啊 刚才大夫 只能出贵营界游戏了 是呀 娘子 大夫说 我快要当爹了 相公 相公 我们不要再报仇了 我们一块逃跑 我们跑到 跑到天涯海角去 我们生下我们的孩子 然后 我们的孩子 再生下一大堆的孙子 相公 我们不要再报仇了 好不好 娘子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 那个元凶主谋已经发现了我 敌按摩命 我是无所断性了 必须和他决一生死 可是我担心 因此会连累你 我现在不但不劝你留下来 而且我让你逃 逃得越远越好 相公 现在秦氏 正这么危险的话 我怎么能够丢下你 不顾你的死活一个人逃呢 不 我们一块逃 一块逃跑吧 娘子 听我说 如今我是朝廷命官 他一定不敢光明正大地对付我 要是我弃官逃跑 我就犯上了欺君大罪 那才叫自绝生路 你懂不懂 这 这怎么办呢 我怕我要是我一走的话 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相公 我怕 走 走得越远越好 做梦 想赶桂英杰走 你做梦 春香妹 相公的意思是 她的说死我全听见了 简直是鬼话连篇 她现在是知道你怀孕了 不想负责任 想把你甩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来 春香 可是 好像真的有人要放火烧死他们 什么元凶主谋会发现她 怎么可能会发现她 她叫王仲平 除了咱们四个人 就只有天之地之神悔之 我们又没出卖她 什么人会发现她的身份呢 可是 怎么有人会想知相公于死地呢 依我看 多半是那个崔桂多刑不易 那些丑家动她不得 只好把账算到她女婿头上了 哎 哎 春香姑娘 这样的理由 也亏你想得出来啊 你们不觉得这个理由 比她那理由更有可能性吗 哎呦 桂英姐 你说 你想不想杀死崔桂 想不想 想不想啊 嗯 这就对了 不晓得有多少像你这样子的人 浅决在林安城 他们动不了 除了有侍卫随身保护的崔桂 总动得了 这个独来独妄 撕毁情人的相府交叙吧 你说够了没有啊 你这事不可理喻啊 怎么 扯开嗓子开始骂人了 是我看穿了你的心事 你恼羞成怒了对不对 哎 哎 桂英姐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那个崔桂人怎么可能会低声下气地跪着求你呢 哎 对呀 不是他指使的还会有谁呀 王儿来过这里 你 够了 你还想装作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啊 信王的 你这是令我作报我 你给我滚 滚 陈下 娘子 你千万要相信我说的话 桂英姐 你不能再相信她的借口 你想想看 她明明知道 崔桂是连灭门死仇 居然连崔桂的女儿都敢娶 她治女于何地呀 现在知道你怀孕了就要赶你走 这不就是复兴和使乱中心的一块伎俩吗 娘子 这些不过是春香凭空异策之语 她一定是在妓院待得太久了 思想已经早火入魔了 原来 姓王呢 我告诉你啊 你如果敢再对春香这么出言不逊的话 我会让你好看的 你们住客 你们住客 你们统统住客好不好 你们让我静一静 静一静好不好 好 王儿 王儿 夫人哪 她到相府看洪公子去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王儿妹妹 抬来那么久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 我今天一定要学会这些执法 我要是自己变成一个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的女子 因为奎哥喜欢这样的女子 不忘 来 再来 这样力道不够 您来谈 我按给你看 崔婉儿 奎哥 婉儿 你没事吧 王奎 你 我不会知道贵营的下令 自然是红诺在搞鬼 我犯不着跟婉儿撕破了脸 而是该拉门婉儿 孤立红诺才对 你为什么这样打婉儿 你不给我个交代的话 我就要… 你就要命过相爷对不对 好,你去告我 我今天敢出手打人 就不怕人前平礼 好 要平礼 你就说出个道理 你为什么打我 好 王奎儿 你真的要我摊开来说吗 难道就不怕你脸上挂不住吗 你说出来啊 我没什么好怕的 我已经尽量的抽空陪你 就请你安安分分做我的妻子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不安分了 你没事就跑回相府来 你跟红诺 难道就不必刮天理下之邪吗 红诺现在是我大哥 可是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夫 王奎 你休想破坏我跟婉儿的兄妹之情 我跟她是清清白白光明磊落不怕人家讲的 不错 婉儿 我趁着刚才我出手打你 是太过分了 可是 我刚从生死边缘挣扎回来 我只渴望见你一面 你说你从生死边缘挣扎回来 这话怎么说呢 我到东郊里内 还望一位朋友 差点被人作火烧死 什么人会这么做 我也很想知道 什么人想烧死我 可是谁会知道 我在东郊里内 有那么一位朋友 婉儿 我历劫归来 只想见你一面 没想到 你去跟洪落出双入队 我实在忍无可忍 所以我才 不 奎哥 这是一场误会 你误会我了 但是我并不怪你 奎哥 你那位朋友脱险了没有 幸好没有人伤亡 幸好没有人伤亡 那我就放心了 婉儿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我 他已经说了 你 你也了解我的苦衷 他是我十三多年的原配妻子 我不能这样 就把他弃之不顾 婉儿 你也不希望 我是一个寡心博弈的丈夫吧 这些年来 他受尽苦难 我应该好好地补偿他 过些日子 我就会把他送回家乡 只是 这段日子 委屈你了 我自觉 对你万分愧疚 一致无言以对 所以 只好天天买醉 夜夜迟归 我一直以为你 你是故意在冷落我 敷衍我 想不到 你的内心是如此饱受惊恶 其实你早该告诉我这些的 因为 我太在乎你 怕失去你 所以我不敢讲 怕失去你 所以我不敢讲 我能够一生一世 多久 在岁月里飘渠 你 我不能重逃 不能停留 不能抗拒 不是我 奎哥从来就没有说过是你 可是 每次你都急着为自己辩解 否认 弄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万儿 你不能中了王魁挑拨离间之计 他知道我在帮你 他想铲除我来孤立你 你懂不懂啊 他 还有 奎哥从来不在背后说人闲话 好 你要知道 日久借铁铁铁铁铁 我会撑住 我会挺着 直到最后有期 你 王儿 我会等你清醒过来 我真希望我就是纵火的人 我一定会把你烧死 为什么没有把你烧死 为什么 你没听说过祸害一千年吗 我就是祸害 我竟然让万儿热祸上身 你也太抬举自己了 就算不是你做的大梅 万儿也早是我的囊中之路 我是有计划地拆散你的网儿 最狠毒的一次 就是在你临考之前下了迷药 别不自量力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你前方百计得到万儿 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他 可是他受骗挨打之后 还是甘之如银 我并没有使他痛苦 王贵 你到底是不是人 你怎么可以泯灭良知 把一个深爱你的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叫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了解万儿对我的迷恋 所以我可以把他搓着圆 揉着扁 诚如我了解你对万儿的痴情 所以我可以折磨万儿 来使你追心气血 我母为生 王贵 我跟你无冤无仇啊 可你是我的绊脚石 你说 你该怎么样对付你的绊脚石 我会闪开 可是你 会把他铲除 对不对 龙鹿 我怕你活不长久 不能够看到万儿的下场 你想不想御仙知道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崔桂是我娘子杀父灭门的仇人 我娘子因此惨遭官卖为己 真有天理暴力 你说 崔桂的女儿 该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不要太激动 你可以不被在乎我说的话 你明知道我是故意刺激 你可以选择不放在心上 脑中身子 脑中身子 不是说好 要跟我缠斗到底的吗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吐这么多血 真可怜 我是永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人 你曾经救我一命 我不会见死不咎 这么年轻怎么毫无复原之力呢 前些日子不是很多了吗 怎么会突然发作 而且又吐了这么多血 肺劳素剂 肺劳素剂 最以泛于春末秋初的季节交换之际 如果病人又做了粗重的工作 或者是受到什么刺激 那么就更容易使他的肺部血脉爆裂 好 坐下开房子吧 粗重的工作嘛 不可能 至于刺激嘛 今儿个早上我还看见少爷好端端的在花园里叫小姐弹琴呢 大夫 请 宛儿 宛儿 是不是你欺负洪洛了 我 不 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蹙海声波 对花园交情一事大发雷霆 指责洪大哥与宛儿毫不避嫌 我完全拒绝了他们爱人的兄妹之情 我 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洪公子一定是被我气坏的 不 洪洛应该是被我气病的才对 我曾抑制 他就是企图要烧杀你的凶手 宛儿 我火场历劫归来 指责你跟洪大哥相会 那是因为我心浮气躁促进大气 可是我没有因此 就认为洪大哥可能是凶手 你怎么会误会他是凶手呢 我 我就是以为 只有他跟我知道 你要到东郊附近去拜访朋友 那除了他 还会有谁呢 不管是任何人 绝对不可能是洪大哥啊 你想想看 要不是洪大哥成人之美 撒合你我的美满姻缘 他为何要无端加害于我 害你少年双广 这对他有何益处呢 洪大哥绝对不可能有行凶的动机 我真糊涂 我做事怎么老是那么鲁莽呢 好了好了 婉儿 你知错就好了 哎呀 你们也真是 洪儿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嘛 什么婉儿啊 贤婿的很鲁莽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杰逊啊 你这回火劫之事 倒是有点奇怪啊 我看要赶快把这个凶手给找到 不然以后麻烦会很多 对对对 是不是你以前跟什么人结过仇啊 没有啊 或许是小婿不安官场世道 无意之间得罪了什么人 老夫会派人去详查明白的 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 洪落被婉儿祈祷 分明是王魁暗事所致 他竟然剑刀杀人 事后却一概不认 真是奇形可怖 不管他是不是王仲平 日久也将是养虎为患 相爷 这王魁实在是福大命大 属下一在暗算不成 他亲生提防 就更难以下杀手了 那老夫只有化暗为明 虽然先从那个女的下手 也许他知道王魁的底细 如果到时候他肯把真相招出来 提出证据 那咱们就如同是囊中取物了 这十相爷辣义灭亲 恐怕难免跟小姐妇女反目成仇了 莫非这是造化作弄人 老夫就只有婉儿一个心肝宝贝 竟然一时失策 让他尾身财狼 你还在这干什么 相爷 武师大寿已尽 如何庆祝 王魁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我哪有心情庆祝 好了 这往常的办就是了 是 是 王儿 希望你能够了解为父的苦衷啊 我早就原谅你了 你去吧 把贵阴界安顿好 免得被我爹发现了 到时候就算我保得了你 也保不了贵阴界 你真是善解仁义的可人儿 是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我马上就把贵阴安排回乡下 你再忍一忍 我终于把这件袍子缝好了 来 试试看 嗯 你可别怪我手艺不巧 要怪啊 都怪你没给我好好关爱你的时间 以后时间长得很 不用急 慢慢来 嗯 我要走了 还是再去请教娘吧 我 少爷 您醒了 来 吃药 红忠啊 婉儿呢 我想看看婉儿妹妹 您别提婉儿小姐了 您提婉儿小姐 我提您不值啊 为什么 您对她这么好 她竟然还误着你要陷害王奎 还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我不是再气婉儿 我是在气那个王奎 您要是提到王奎的话 我就问您更不值了 少爷 您明知道她在外头养了个女人 您只要面过相爷这件事情 不要她一条命 也要拔她一层皮 我们不能这样子报复王奎的 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没有好处 反而会伤了婉儿的自尊心 为今之计 只要让她改过自心 善待婉儿 要是她不领情呢 您就这样子给她气到死为止吗 她到底对您做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您会气到吐血呢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崔贵是我娘子杀父灭门的仇人 我娘子因此惨遭关脉为绩 如果真有天理报应 你认为崔贵的女儿 又该遭到什么样的命令呢 我不会被王奎气死的 我要撑着最后一口气 我一定会好过来 我娘的真的不多只盼望 能够一生一生 那人家风里 人家雨里 人家爱的岁月里飘着 我不能重逃不能停留不能抗拒 徐元 在 您没有听到大夫在说吗 洪落已经没有恢复的力量 只有挨一天是一天 老夫看 她也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 任她自生自灭 不过目前当务之急 只要先找到王奎的那个女人 相爷放心 属下早已准备妥当了 我娘子还好吧 她们已经走了 你不知道啊 小姐也不如我 苏大娘 我想麻烦你替我开一开门 我这布料不够了 我去买一下就回来 去吧 我会替你看着的 谢谢 香香桂花糕 来呀来呀 绝对好吃 保证好吃的桂花糕 来 大神 来 桂花糕 谢谢 谢谢 你这个死猪脑 我早就跟你讲过桂花像会不够 叫你多代言 你不听 多代言 你会死 对了 我就是怕死 我死了你就变成寡妇 好去找姓王的那种小白脸是不是 你要死了 是不过 你要跑去哪里 不要跑 你干什么 你跑到哪里去 不要跑 好了 回去拿就回去拿嘛 这么凶干嘛 快回去拿 谢谢 下次再来 春香 都算找到你了 你不是主心积力要甩掉我们吗 现在又来找我们干什么 春香大姐 不敢 春香姑奶奶 我就求求你告诉我娘子的下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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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你和我什麼也不知道 命運的作弄推我到天涯海角 就是斷不了愛恨糾纏的煎熬 誰叫我為你神魂顛倒 牽著身不由己的苦愛之中飄 愛你 恨你 又想你 是我自己願意走這一招 誰叫我為你神魂顛倒 說過要放開了手 自己又不停回頭牆 愛你 恨你 又想你 愛yah 优优独彰 夢奇怪 也許譽